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MAT学院 本节课呢,我们继续安卓存储的实现,本套课程 那么在上一期课当中呢,我们已经说了删除和修改的一些操作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往下来讲解 那么本节课当中呢,我们来说一下在CircleLite数据库当中会使用到的一个特点 这个特点呢,它叫做事物 这个事物我们怎么去理解呢 首先,我呢,先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大家先想象以下一个场景 比如呢,你正在进行一次转账的操作 那银行是不是会签将转账的金额先从你的账户当中扣除出来 完事之后再往你打款的那个账户当中添加等量的金额,对吧 看上去我们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但是大家来想一下 如果我们账户当中的金额刚刚被扣除 但是这时候呢,突然发生了一些异常的原因 导致我们需要打款的那一方呢,并没有收到我这个钱 那么请问这一部分钱是不是就会凭空消失掉,对吧 当然银行肯定考虑到这些情况 否则银行是不是就会赔钱,对吧 它会保证扣钱和收款操作 那么要么一起成功,要么都不会成功 这时候我们就会使用到数据库当中经常会使用到的一个特征就是事物 首先我们来第一个,先了解一下什么叫做事物 事物呢,它是有一些特征的 你比如它是有原子性和统一性 这个原子性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可以单独的去执行某些任务 那么这些统一性呢,就是我们刚刚举的那个例子 你比如我们要转账 转账的过程当中,我要从我们本地的账户当中扣除一些金额 然后呢,再往对方的账户当中打入一些金额 那么我们要不同时成功,要不一个都不会完成 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会使用到事物 所以它是可以保证当前数据库中的操作 要不同时成功,要不同时失败 我们了解了这个数据库事物之后 接下来我们得看一看如何在我们这个安卓当中使用事物呢 那我们还是在刚刚上一个项目的基础上 咱们来讲解一下 比如大家,我在这里面呢,给大家新创建了一个类 咱们叫做CircleLiteTransactionActivity 然后呢,它所关联的页面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只有一个按钮替换数据 假设我们当前这个Person表当中的这些用户呢 都已经很老了 完成之后呢,我们想把它替换掉 这时候呢,我就给定了一个Butter按钮 当我点击Butter按钮的时候呢 我们把这个Person当中的所有数据呢 都给它删除掉 然后呢,再给它插入一些新的数据 那,这是我们当前的一个页面 并且我在这里面呢,已经对这个按钮进行了一些初始化的操作 那么同时呢,大家我已经在Manifest当中呢 我们把这个Activity呢,也给大家配置上去 并且当成入口的Activity 那么回到我们CircleLiteTransactionActivity当中 我们来介绍一下在数据库当中使用的事物 那么在我们这个CircleLite数据库中 使用事物的方式 也叫做我们使用事物的一个步骤 该怎么去使用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在这个案例当中来给大家说一下 刚刚呢,我已经给大家分析了一下 你比如我们刚刚在这个数据库当中呢 其实是有一些信息的 比如我把这个MessageDB,我导出到桌面 然后呢,我们来到这个数据库当中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这里面已经插入了一些数据 当然了,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是跟咱们之前测试的那些数据呢 有些不一样 因为我呢,又重新把这个项目运行了一遍 把数据库呢,重新删除掉 重新走了一遍 但是这里面的一些逻辑呢,还是通的 咱们本堂课呢,就使用这些数据 你比如我们在这里面呢 存在的这些内容呢,我都想把它干掉 然后呢,我重新插入一条 你比如我们插入网5 北京20岁 那这样的话,我们该怎么去做呢 首先,我们是不是已经学了 删除以及插入的语句 我们接下来是不是就该操控Circle语句 去做这些事情,对吧 所以我们来到加画代码当中 接下来呢,我们就是在这个项目当中的基础上 咱们进行修改 把咱们刚刚Person表当中的那些内容呢 全部删除掉 并且替换成咱们新的数据 当然,我们要保证 比如我们这里面是 删除Person表中的所有的数据 插入一条新的数据 但是要保证 删除和插入 一起完成 这时候呢,我们就使用咱们的事物 否则的话,你比如我们数据 如果要删除成功了之后呢 但是没有插入成功 咱们的一些数据是不存在的 要不同时成功 要不然的话就保留我们原来的一些旧数据 好,接下来呢 布局我们已经排布完了之后 我们点击这个按钮 去实现这一系列的操作 所以我们要在这个按钮上面添加一系列的点击事件 好 那么我们在这里面呢 同样要操作数据库 所以我把咱们之前写的那个类 咱们是 myopenhyper 同样我把它呢 也进行一下初始化 当然我们这个初始化的方式呢 我就直接 new出来我的一个openhyper 它使用到的上下文呢 我就直接传入this 因为我在这里面并没有需要我们当前那个 person.do实现的一些操作 所以我就直接把这个hyper呢 给大家拿出来了 然后呢 我们接下来想要去操作数据库 所以我们要在这里面获取一个数据库对象 那我们就使用咱们的myopenhyper 当前这个对象 我们获取一个get readable database 那它的一个返回值呢 我们提示一下 咱们使用circle.let database对象 比如我们就叫做db 好 有了这个数据库对象之后 接下来我们操作数据库 之前呢 如果我们想要去删除全部数据 在我们上级课当中也是给大家留的一个练习 咱们可以直接调用delay的方法 比如我们要删除这个表呢 是person表 同样呢 我们要删除里边的一些字段 全部字段 所以这个whereclose我们给定为空 whereax呢 我们也用空镜复制 那么它就表示删除的是我们全部数据 我们接下来要删除完毕之后 我们要插入一条数据 插入数据呢 我们就使用db.insert 直接进行插入 插入到哪个表当中 第一个参数 我们还是插入到我们的person表当中 那么接下来呢 就看一下我们这个nonclomes 我们给定填充为nan 第三个值呢 是一个content values 比如我们就叫做values 当然现在我们要创建这个content values对象 我们new出来 OK 我们想插入一条数据 这个数据呢 是什么呢 我们直接给value.put方法 扔进去 首先第一个参数呢 我们放进它的一个k值 这个k值呢 对应是我们数据库当中的哪个字段 比如我们有name 我就插入name 咱们就叫做王5 我们继续往里插入 它还有age 那age呢我们给定为20 然后呢我们继续插入它的下一个字段 address address 比如它在北京 现在来看大家 我既有当前的三个值呢 并且呢还把我们这条数据给它插入进去 上面呢在我们删除表之后 就做了一条数据的插入 那如果咱们直接这样写呢 其实也是可以的 但是呢如果它在执行到我们delay的方法之后呢 突然出现一个异常 那么程序是不是就直接进行了跳出 对吧 咱们这个content values db insert的方法呢 就不会再执行到了 那我们为了表示出现一个异常呢 在这里面我用if语句 手动的给它抛出异常 比如如果在这里面我们读到了if true 那么在这里面我们就直接先给它手动抛出 through new一个numpinter exception 咱们表示的是程序执行到这里 直接抛出异常 那么如果这样去执行的话 大家它删除了数据之后 肯定执行不到我们当前这个insert的方法 如果要保证它俩要不同时成功 要不它俩同时失败 咱们该怎么去做呢 当然我在这里面加的true 它是肯定执行 比如咱们程序运行到这 发生了一些问题 它就有可能执行不到 所以呢我们就要在这一节课当中 给大家来说一下怎么去使用事物 如果想使用事物的时候 咱们第一点必须要开启事物 那怎么开启事物呢 咱们使用db对象 定用它的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是什么方法呢 咱们叫做begintransaction 那这个就是我们开启事物的方法 大家咱们开启事物 肯定要在我们这个delete方法之前去做 因为我们拿到了数据库对象之后 我们就直接使用db.begintransaction 开始事物 那这样的话 接下来的一些代码呢 其实都是我们事物去进行的一些内容 那同样的大家 你比如我们这里面 竟然抛了是一个空止针异常呢 我就把这个db 还有这些内容呢 我们统一的放在一个trycatchblock当中 好大家来看一下 我们已经把这个数据库对象的删除语句 以及它的插入语句都放在一个trycatch代码块当中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开启事物 执行这一块内容 有可能会发生我们的异常 对吧 而我们抛了一个异常呢 我直接抛了一个exception 这个无所谓 我们要讲解的是这块内容 同时执行 好 那么如果我们已经加入了这个begintransaction 开始事物 那肯定我们要有确定事物正常提交执行 表示我上面的一块内容呢 它全部都是事物来进行的 所以我们在执行完你自己的circle语句之后 我们使用db点settransactionsuccessful 这句话就表示事物已经执行成功 好 那么这样的话 如果咱们上面这些内容全部执行的话 这个代码一提交 这两块内容就全部就会执行到 但是如果中间发生了异常 咱们这个事物并没有重新提交成功 它就不会插入到我们数据库当中 咱们来看一下是不是呢 当然我们使用完事物之后呢 需要加入finally语句 我们要保证当前的事物需要关闭掉 所以我们给定db点endtransaction 咱们表示结束事物 上面的这些代码呢 就是我们安卓事物的标准用法 首先呢 我们是调用了circlelite database的begintransaction 咱们来开启一个事物 那开启事物之后呢 我需要执行delate 以及我们insert两个数据库的操作 但是中间呢 我是给了一个if判断 抛出了一个空止针异常 那么它如果抛出了之后呢 这个就不可能去设置我们事物的正常执行 在没有设置正常执行的时候 我们直接关闭事物 这条数据呢 应该是保存不到我们数据库当中的 那是不是这样呢 我们先给大家来测试一下 OK大家可以看一下 程序已经运行起来了 点击替换数据 替换数据 咱们就已经执行了我们butt按钮的一些方法 那如果他们全部替换掉 数据库表当中已经删除掉了 对吧 如果它要是已经执行完呢 咱们这个insert的方法 是不是就应该插入一条数据 但是呢 我们这里面是不是已经抛出了一个异常 对吧 所以这条语句是执行不到的 那我们再去设置这个事物的正常进行 到底有没有执行到呢 我们把数据库导出 好 来到我们ddms 我们把数据库导出 大家 我把这个数据库refresh一下 present表当中还是存在这些数据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我们这里面是不是systemerror 我们抛出了一个空止针的异常 对吧 而且呢 是我们手动的去抛出了 我们的一个空止针异常 并不是我们所有的异常 我们都去进行处理 这里面是不是我为了我们程序的正常运行 给大家走出来的一个问题 对吧 好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这里面它提示我们的是38行 这个38行呢 其实在我们哪里呢 就是我们当前这条数据 是我自己手动抛出的 好 这些语句呢 是为了给大家测试事物使用的 真正在写代码过程当中 这个if语句呢 它是不存在的 那现在如果我要是 把if语句给大家注销掉 大家 我就要保证insert以及delete 它俩是同时执行到的 所以在这里面 我们有一个set transcution suspenseful 这就相当于我们数据库提交commit 所以呢我们这时候再去运行当前这个项目 它会不会把我们这些数据库全部提交掉呢 如果行的话 是不是证明我们这个事物就是可行的状态呢 好 来到我们当前的这个页面呢 点击替换数据 然后呢 大家可以发现我们DDRMS当中并没有进行报错 并且呢我们把这个数据库导出 来到我们circle light export 我把当前的数据库refresh一下 来 再点击 大家可以看到person表当中 是不是只剩下了我们刚刚插入这条网五的信息 对吧 所以呢我们开启数据库的事物呢 其实还是比较简单的 如果事物中途出现异常 导致事物失败的时候 此时旧数据 就是我们person表当中的原先数据是不是就删除不掉了 对吧 这样呢也会保证我们当前的一个程序的一个正常运行 好 开启事物 以及我们设置事物的成功提交 然后同样我们不要忘记关闭事物对象 好 以上呢就是我们给大家讲解的本节课内容 那么在结尾呢 我们给大家留一个小点的练习 这个练习呢是一个知识性的记忆 在使用CircleLite数据库进行插入 删除 或者说是修改数据的时候 怎样保证 这些语句的一并执行的 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天所讲解的一个内容 并且呢大家要记忆使用事物 也就是我们transaction 方式 比如我们先开启事物 把我们一些插入或者删除或者修改的语句呢 放在我们zata transaction successful了之前 然后呢我们再把当前的事物 在需要的地方进行关闭掉 这样就实现了我们当前的这个 使用事物的一个操作 OK 以上呢就是我们讲解的一些内容 欢迎大家持续关注 慢着学院更多精品课程 感谢观看